前总统马英九大陆行 二号下午参访国父孙中山故居 这也是第一个与中华民国相关的行程 看到孙中山故居简朴 梳妆台和木床都是原物 马英九仔细聆听工作人员介绍 神情相当专注 以国民党前主席身份 在孙中山同向前置意后 马英九谈起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激弱不振 在列强逼迫下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 幸好孙中山的建国主张 已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实现 让他不禁语带哽咽 马英九感性发言 不过接下来这句话触及两岸才是重点 我深切期望两岸因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 智力和平 奋斗 振兴中华 马英九参访这个孙中山故居 对创建中华民国就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 但是呢 他提到很多次的中国中国人等字眼 但是却没有技术性的利用历史讲述 来提到中华民国 看完孙中山故居 参访团马不停蹄前往参观连接广东珠海 香港澳门的港珠澳大桥 越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任内重大建设 看到习近平的影片 马英九还特地驻足 聆听工作人员介绍 这条全长近50公里 耗费1269亿人民币的试剂工程 也让马英九一行人留下深刻印象 TVB的新闻 朱光宏 陈韵文 在广东的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秦燕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些小事 国内外大小事 要您听懂的话 说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些小小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国际政治专家 莱宇谦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还有前台北市副市长 李永平 大家好 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 苑居震老师 燕影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大家首先带您来看到 是马英九呢 他今天仍在对岸 秩序进行他的行程 下午的时候呢 他特别访问了中山故居 但是呢 在讲着讲着突然哽咽了 我们先直接来看最新画面 一天到晚 好 刚刚看到 画面呢 是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宋涛 但是今天呢 他来到了中山故居 他特别提到什么 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也特别提到了孙中山的遗讯 叫做和平奋斗 救中国 他认为啦 避免战争共同合作 这是我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昨天晚上呢 其实他就第一次的 在会见宋涛的时候呢 讲出了反台独 过往啦 他曾经有提到九二共识 但是呢 没有这么明确的直接讲出 反台独这几个字 那但是呢 他其实有特别提到 基本上啦 不论外在环境 还有形式如何变化 绝不会改变 就他过往执政 一直以来 一路走来的坚持 昨天晚上呢 也看到了 他在深圳这边 看到了千台无人机 排出这几个字 叫融合两岸 共创未来 520之前 好 这一些的举动 大家都认为 有很多是可以 让我们来作为评论 或者是来解读 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其实呢 在今天他的行程里面 也有特别的 去参观一些 跟科技有关的 昨天看到了 千人台的无人机 这个表演之后 今天呢 来到了腾讯 那由马化腾亲自来接待 算是非常高贵 为什么 因为据说 光要迎接马英九这一团 他们是上百人 在做整个接待的运筹归货 然后马化腾 从头到尾都陪在旁边 而其实呢 他们也去了看什么 去了这个比亚迪 好 比亚迪呢 当时他们看的是 百万豪华电动车 叫仰望U8 好 仰望U8最有名的是什么 是他可以原地 360度的掉头 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这一台车 然后呢 马英九他就在现场 看他 确实他是能够做到 像他广告上面讲的那样 他很好奇的还问了一下说 这个能领先多久呢 比亚迪现在的技术 确实在全球 所有的科技人 大家都很好奇 他们下一步 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举 马英九这一次看起来了 除了政治方面 科技方面 他也希望能够来理解一下 目前对岸是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吴思耀是直接讲了 说是不是又被矮化了 有要讲耶 马英九 因为他这一次觉得说 街机的时候没有红地毯 甚至跟宋涛见面的时候 连称呼都没了 只叫他马英九 连先生都没有了 他觉得马英九说血浓于水 是不是连血都被吸干了 接到目前为止 马英九呢 我们刚刚讲到 他昨天也看了无人机 等等相关的表演 因为最近确实两岸 现在有很多的事件 比较敏感一些些 先前的惊吓事件 还包括最近在二胆岛这一边 被发现了无人机飞过来 怎么这么刚好 就是大江无人机 好当时呢 他们直接飞到了 我们的这个民众 这个军官 军营的上空 然后结果呢 后来他们就讲了 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当然啦 邱国正被问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了 该打掉就打掉 那但是大家也想问啊 那先前讲的 要配给外岛那些雷射枪等等 为什么这一次 都没有拿出来用呢 大家想问的是 现在在我们的里岛这边 我们的前线这边 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当国防部长讲说 应该要什么 重新来讨论第一级啊 等等的这些作为的时候 我们的立场跟态度 必须很明确 所看到的是金门 本来说啊 说要开始进行海上的 实弹射击演习 结果现在说要暂缓了 原因是因为呢 怕说会不会有挑衅等等的意味 大家问 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自己说了呢 又后来看到了 说现在国防部主动告诉我们 明天对岸要发射火箭 而且会经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大家又想问啊 那不对啊 现在你会把这个东西特别挑出来讲 裴洛西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对岸朝着我们直接演习 射飞弹飞过我们上空 你还要这边跟我纠结到底那个是多高 是在大气层还是在什么层 算不算我们的领空 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是日本人告诉我们的吗 还记得时空环境背景的不同 选举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了 说哎呦现在呢他们的飞弹突然警报响了 不是啦那个是他们在发射飞弹演习等等 那一次啊 赵条康告诉大家 说因为刚刚好在选举之前投票之前 他说那一次的这个警报确实对当时的选举选情造成了影响 民调就大概是在4%左右 哎上下本来是赢1到2% 之后呢民调跌4% 这往来就多少就6%了 那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就在南部地区 这一些些我们都想问 如果啦真的说政治归政治啊 那军事的部分应该要专业的评估的话 那请教一下永平姐您怎么样来看 好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希望不要动到军事这一块 政治能解决我们就用政治来解决 马英九现在到对岸去 大家想知道的是他这一次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 今天看到中山故居他直接哽咽 对那个马英九前总统的问题 当然大家会很多讨论 不过我现在最想最有感的就是赵绍康先生的爆料 就是讲那个简讯呢 造成国民党的选情重创3到4% 特别在南部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得到政台内部的一个消息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拱顾力雄当国防部长的呼声 一直都不断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顾力雄的政绩跟手笔 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 那愿意配合民进党的政治选战 到这种程度假的简讯 大家还记得吧 那天我也是在TVBS同样这个节目 我收到简讯快笑死了 讲说中文写卫星 英文写missile 飞弹 而且还写air raid 还写空袭 简直莫名其妙 这种诈数都使出来的人呢 如果真的因此而升官 太没有天理了 那这个就回到马英九 为什么会流泪 因为民进党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当你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然后不把民众的安全性命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眼看着两岸可以和平 对不对 孙中山国父 我们最尊敬的国父的愿望 和平奋斗救中国 还没有完成真的希望的时刻 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如何的痛心 怎么不令人难过呢 那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吴思尧真的是 现在如果民进党 要选最无聊的政治人物 他大概排名为第一名吧 第一个 马英九上次带学生团 一访大陆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铺红地毯 大陆现在不是只有马英九去 没有铺红地毯 而且基本很多人 各种领袖要去 他都没有在铺红地毯 大陆因为 最近一直在走简约风 以前大家印象中的排场的那种 什么红地毯 贵宾楼什么的 给你各种酒宴的 那时代已经过了 吴思尧 你没有搞清楚 那有没有加先生 这一次有讲先生 下一次没讲 或下一次又讲了 你这次有讲 去给人家计较这个干嘛 那关于这个大胆岛 一直有无人机飞过去这事情 我本来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并没有当过兵 特别没有去外岛看过 结果我因为问了 专业以前在外岛 负责就是步军排兵的 当然现在将军 那时候还是旅长的帅化名 帅将军就告诉我 真的一语道破关键 你知道大胆 这个二胆岛 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就是在金门的布房里面 在有七万军队住房 金门的时代 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哨所 就只有七八个人住房 现在整个金门 只剩下两三千人了 你看那个哨所 就是各位数字 可能五人以下 那五人以下 你无人机 不管他是民用军用 飞过来 你拿步枪 你也打不到的时候 你只能要用 无人机干扰枪 就是脉冲去干扰 可是我们军方 全部的脉冲枪 今天赖事宝问了 邱国正他回答了 总共军用多少架 两百多架 中型和小型的 请问一个 各位数字这么小的哨所 你会配置吗 那些军人发现说 我也没枪 我步枪也打不下来 他飞来飞去 我连把都秒不准 当然不能打 那这种事情还要讨论吗 我觉得大家很多问题 真的拜托 不要夸张 然后事实会说话 大家还是求取 我们的和平 跟幸福 才是共同的愿望 当然了 这次马英九 他去到了对岸 再一次的去 包括了这个冀组 包括了相关的 这些参访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也想要请教一下 赖老师 原因是因为 现在两岸之间的氛围 就是紧张 过往以来 所发生这段事情 然后到520的这段期间 然后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态度跟立场 也常常在改变 比如啦 射火箭这么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要公布 有的时候不用公布 有的时候在大气层外面 有的时候其实还好 到底要怎么理解 无法理解 唯一如果能够解读的话 那就是选举考量 选举期间 只要有助于民进党 那他该公布 他就不公布 他不该公布 他就公布 然后他该说实话 他就不说实话 他不该说实话 他就说实话 那一切都是为了 选举考量 就把我们的整个 国家的警报系统 都破坏了 就把整个英文 跟中文的翻译 标准的翻译 永平是英文高手 就把他整个都破坏了 这个就是 目前的民进党执政下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会议 安全部门 就全部都把台湾乱了套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坦白说 他一切只想先举 一切只想用各种 不正当的手段 然后来继续掌握这个政权 其心可意 我觉得马英九 到中山先生的故居会哽咽 这真的是有感而发 我想我们广大的台湾的民众 我们的老一辈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由于满清时代的腐败 懦弱 然后最后台湾被迫 被日本人占领 割据 台湾沦为日本人的二等人 那中山先生革命 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 现在真的是可以高位 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日本不到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了 在大陆的眼中 日本已经不算一个咖了 我们两岸之间已经开始 今天的现代化的生活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洗刷了 几百年来的这种耻辱 这个是很可高位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马英九 他会哽咽 其实是有感而发 多不容易 可是目前我们又面对一个逆流 这股逆流就是台独 台独不但会给台湾带来灾难 也会给两岸的整个中国大陆 跟台湾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 因为台独故意的要突立于美国日本 让两岸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相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其心又更为更为可比可意 所以马英九他从过去到现在 他已经明白了说 他就是要反台独 因为他知道台独对台湾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他特别去看大江 然后腾讯跟这个比亚迪 其实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透过他所带去的摄影团 记者团 把大陆的这些在深圳里面 高科技的发展 传回到台湾来 让台湾更多的更广大的年轻人 看到整个科技的发展 在大陆他们的格局规模是如此的大 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你的心胸要大一点 眼界要宽一点 不要被困在这个小岛里面 然后眼光如豆 我觉得应该要让胸怀两岸之间 让我们在全世界扬眉吐气 请教一下院老师 那马英九上一回跟这一回 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觉得他话讲得更直白了一些些 过往他基本上上一次就强调九二共识 宪法 他当总统期间什么都讲了 但这一次明确地讲到 他反对台独这么一件事情 不太一样 我非常奇怪 因为马英九比我大十岁 在我们那个时候受教育当中 反台独 做中国人 追求和平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到今天认为这是原则 我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反对的 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反对的 就是说是什么 尤其是最后求和平 我没有遇到反对的 所以说马英九做的事情是个好事情 马英九是一届平民 什么啥也没有 什么都不是 受邀 最高规格 礼遇 你要了解 大江 腾讯 比亚迪 这些世界级的工厂 就不是说是做给台湾看的 就是说让马英九看 让马英九本身对于大陆释出善意 大陆对马英九释出善意 马英九在台湾的话 被骂得一塌糊涂的 没什么道理 但明天讲的这些话的话 很无聊 所以真的是很无聊 我都不想多说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难过的 我想要强调一下了 因为那天当场 我们系上刚好有志强活动 在宜兰就接到了 因为我们系上当然知道 那个Satellite跟Mistro之间的差别 对不对 你只能是选前的那个 就是当然了 我们系上的活动非常清楚 但你知道我难过在哪里吗 我难过知道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了 什么大部分在南部了 我跟你讲 理性是公平的了 这句话里面是有歧视南部的含义了 我跟你讲 你刚刚骂孤立雄的时候 我认为孤立雄很了不起 他能够预作判断 你对南部 你当过政治人物 你对于南部人会做这种事情的选择 你了解吗 孤立雄凭什么 孤立雄就我所知 他本来是个北部人 是个外省人 他怎么这么了解 他是天吗 我跟你讲 我们搞政治可以 千万千万不要歧视 这种观念的话 来讲的话 这种恶劣的手段 如果有效 我们只能够觉得说是 不知道那个时候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事后的话 因为其实赵康他讲过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在讲马英九了 相信习近平 有什么错的呢 说什么合起来 两个加起来 害他们原来赢会输 你们那种情况下 赢了也不见得会好到哪去 关键是你要学马英九讲出来 反台独 中国人求和平 这个话你讲得出来吗 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来讲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 就是不是那么正面 不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 这是做出来他应该讲的事情 接受了邀请 而且连续两年 你刚刚问到我说 去年在湖南的时候 他会讲湖南话 也是除了到处哽咽 没有改以外 大部分表现的 基本上的话 合情合理 他本身来讲 会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马英九代表台湾 热爱和平的人 不愿意打仗的人 我没有在台湾见过 愿意爱打仗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清楚 我今天为了来上这个节目 为了谈这个消息 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 讨论了一下 他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本身基本上的话 要认为这马英九在大陆 做的是一件好事情 对不对 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要做中国人有什么错呢 而且这人家的自由 他是一届平民 他跟我受的一样的教育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我坦白讲 连蔡英文都讲说 我是读中国书长大的 那这个你可以否认吗 不能否认 对不对 那做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的 这是人家个人的自由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接受 而且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事实上觉得说 是看到大疆的无人机 什么这种事情 尤其二胆岛 遇到的无人机 才是大疆的 那肯定重的 因为十分之九 全世界的无人机 百分之九十是大疆的 你很难买到不是大疆 我家都有两台 我家都有两台大疆的无人机 对啊 就是我儿子毕业的时候 人家送的礼物就是大疆无人机 只是我不太会用而已 好 来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立委陈云珍 大家好 前立委高嘉瑜 大家好 职政媒体员陈慧文 大家宾恩 好 马上关注一下 这个马英九前总统 访问中国大陆的第二天 今天上午的行程 就到了比亚迪来参观 那他也问到了说 这个比亚迪啊 现在目前这个技术 领先多少年 那我们看到 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啊 讲起话来 非常的有信心说 对手应该是追不上的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在现场 有这个展示给马英九看 就是这个比亚迪的仰望U8 而他最厉害的这一个性能就是 他能够在原地掉头的这一项功能 其实有任何的这个外宾或是贵宾 在参访比亚迪的时候 最近近期比亚迪也都是会用这个仰望U8 来做一个展示 那当然马英九也不例外 也看到了这个U8就在眼前 现场展示出来这个原地掉头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其实这一项功能 也是被这个国外的媒体一直讲说 哇 这个不得了的一项功能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比亚迪的骄傲啊 比亚迪最厉害的这个技能展现出来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美国的加州州长纽森 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 他去访问比亚迪 同样也是看到这个U8 当时他就是很开心 就说我要下订两台 那其实今天这个马英九 去玩了比亚迪之后 下午的行程也是非常的满 要先到广东来参观孙中山的故居 还有这个港珠澳大桥 晚上的时候要到白天鹅宾馆 跟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会面 那比亚迪呢 其实他最近的成绩 也是碾压特斯拉 在去年第四季的交货量 完全的这样碾压过去 市场上预估这个Q1 恐怕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应该会更惨 那今年已经是跌了13%了 已经有全球78个国家跟地区 它的销量都是比亚迪胜过了特斯拉 但是目前台湾仍然是没有开放这个比亚迪进口 所以其实蛮多台湾的民众爱车的 或者是想要有开开比亚迪机会的人 现在都还等不到这一项消息 那另一方面我们看看 昨天晚间的时候 其实马英九就跟宋涛会面了 两个人也是谈到了这个久违的这一句话 就是两岸和平 因为其实在惊吓事件之后 其实两岸已经呈现一个非常紧张 恶意螺旋升高的一个态势 当然能够看到这个马前总统跟宋涛坐下来 我们看看他们分别讲的话 前总统讲说他自己任内 达成了两岸坚持九二共识 以及这个反台独共同政治基础 这是两岸得要攜手 向前行的一个重要关键因素 而且他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 都不会改变 现在就是要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 那宋涛提到了 就是两岸同胞家和万事兴 一家人就是应该要常来往多联系 而且要多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增进扶持 两岸都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就应该携手打拼 共同承担起振兴民族的责任 那昨天其实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马前总统抵达深圳 规格是跟去年一样 是由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机 不过大家也发现到说 唯一一个不同的点就是这个登机梯 去年是白色的 但今年就变成了桃红色 也更为显眼 还有就是接二连三的直奔 这个大疆 还有直奔腾讯的行程 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多的亮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去到大疆之后 这是马前总统下飞机 直奔的第一站 去到现场是由台湾总裁 罗振华来接待 那他就讲说 让他亲手拿拿看 这个轻巧只有225克的 无人机的机器 那马英九就拿起来电了电 显得非常感兴趣 甚至让他看一下说 这个自拍棒会追着人走的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再来看到他到了腾讯公司 这个创办人马化腾 是亲自来陪同 还送上了礼物 这个纪念品 同时也给他展示出来 AI助听器 过去要上万人民币 现在要降到3000块人民币 马英九听到就说 哇 这么的便宜 也是展现出来 现在中国大陆的 科技技术的进步 除此之外 昨天晚间也是非常的精彩 大疆有展示了一下 这个无人机 然后来拼成了字 那这个字体呢 是融合两岸共创未来 我们也来看看这一段画面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就是由无人机 所排出来的字 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而且还有这个深圳的夜景 包含了这个高楼大厦 以及有灯光 都是用无人机所排列出来 还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样子 就是未来深圳 这也是同样是用无人机 所排出来的 那其实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展示 也让这个台湾的民众也看到说 哇 现在这个无人机技术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其实就是在 宋涛的陪同之下呢 他们这个马英九 就去到了这个深圳湾人才公园 来观看这个无人机表演 在现场其实有这个人型机器人 还这个双臂比着爱心 然后喊出说爱你们哦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迎接 那其实还包含了在现场非常多的民众 看到了马英九的时候就喊说 马先生您好 两岸和平 两岸一家亲 就是展现出来 中国大陆的友善的这一面 然后马英九也回应说 希望你们可以来台湾来玩 那还有看到了这个无人机 当然绿营的人好像比较有意见 他就说最近到了金门这一边 拍摄二胆岛的就是大江无人机 怎么会这个马英九你还去参访呢 就还就开始在讲说 你怎么会有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又开始又贴上了一个红的标签了 那但是真的在担心的人是谁 美国恐怕在担心的会是赖清德吧 因为你看罗森伯格莱 当然他是希望着两岸的和平稳定 他也说对美国跟台湾的利益 是紧密相关的 只要两岸和平稳定 其实美国也比较放心一点 他也是希望这个赖清德 能够努力维持区域跟两岸的关系 另外中平社也有一个注解 他说罗森伯格访台 感觉上面好像是为了要平衡 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的影响 因为他们访台的时间点 就是4月1号 刚好马前总统也是4月1号 开启了这一趟的 中国大陆的访问之旅 所以他被认为说是要约束赖清德 就职演说的内容 但是巧合也呈现出 现在中美双方现阶段 其实并不希望台海发生动荡 所以感觉上面 两边都有释放出一些讯息 希望台海不能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 这个郁政委员 郁政委员怎么看 昨天这个马前总统 访问中国大陆之行 我看的事实上感触真的很深 这个你看 这个比亚迪领先 宋主任是说 大概希望永远领先 那我想到1996年 我在北京大学 念研究所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 我们的那个四环路上 走的还是那个牛车 那短短三十年间 我看大陆这样进步得如此快速 那可是我们台湾就是 没有前进就是原地踏步 就相对而来就是落后很多 那比起来像他们的电动车 已经进步到 飞快到这个美国的 这个总统大选这个川普 就是川普还说 到时候如果他当选 他要对这个中国这个车子 加关税 百分之百的这个关税 那川普这个人比较 没有那么稳定 所有的事情通常还是会做 那看最近以来这一阵子 就是美国对跟中国大陆 包括在不管说军事 或者说科技上的竞争 尤其激烈 美国最近又提出了很多 这个比如 就是说这个 不能让这个大陆的进口 相关的这个美国 还有我们这边比较进步的一些 半导体的一些设备 一些产品 或者一些那个 一种核心的一些技术 所以这个地方防毒的相当的严厉 但是以中国大陆的做法 以我来看这么多年来 他们就是如果说外面阻挡他们 比如说外面经济阻挡他们 他们就做内循环经济 那就自己往前走 另外一个你看到两岸 两岸的这个关系 事实上真的是超支在 因为我们的选边 所以应该已经现在是完全超支在 中美两大强权的这个博弈里头了 那在这个里头 当然中国大会一直主张的 就是九二共识 有这个类似就当做一个通关密 但是从0214那个事情以后 本来0214那个事情 就是金门的那个 有人这个落海这个事情 往生这件事情 本来我觉得说后来 我觉得应该谈到后来 虽然没有完成完全好 但是应该已经到一个 比较可以收容这个阶段 但是最近比较新的讯息 反而是就是好像有一些事情 又没有谈得很妥当 没有很妥当的时候 那又面临520 那520的话 赖总统就职的演说就相当重要 所以我觉得美国 这个罗森伯格的到来 他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在这个我们赖总统当选的那一天 就美国就马上说不支持台独 然后接着他们的纷纷到来 然后接着马英九总统 我觉得他也有感受到一些 两岸之间这个氛围 事实上是比较紧绷的 所以他去做这样相关的 希望缓和两岸这个和平的气氛 美国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美国跟大沃坚 其实是一直有在联系 对台海这个局势 当然都希望说是比较和缓 如果这边不好的话 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局势 好 接着我们来请教惠文哥 这个昨天马前总统 跟这个宋涛族人的见面 这当然这个 你可以想想看说如果说 胡锦涛他来台湾访问 希望有这么一天 然后我们接待的人是邱泰山 你就看那个感觉是什么 所以这个 当然他的行程还会安排到 这个北京 刚刚这个 陈于生委员提到金门事件 其实宅宣院金门地检署 他处理这个事情早就处理完了 现在是要找一个时间把他结案 那马前总统在大陆还有十天的行程 今天算起来还有十天 所以的话 包括我们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我们有清明节的连续的假期 将周休日有四天 看金门事件 金门地检署要找一个好的时间点 其实明天下午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藉由连续假期去冲淡他 然后刚好马英九人在大陆 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些大陆的这些情绪的反弹 统统让马英九去处理 那这个马前总统他参访的时候 在深圳受到民众的欢迎 他说欢迎你们也来台湾来玩 其实官员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陆生跟陆克 在这十年来的变化 在蔡总统执政之后 陆生跟陆克就直接是腰斩在腰斩 那现在大陆的团克跟自由行 他们都不开放的 所以马前总统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们说欢迎你们来台湾来 他们就不能来 马前总统你不知道吗 他们不能来 是他们大陆方面禁止 那我们这边的团克 从六月一号开始 我们的团克也不能去 所以两岸是在一个恶意的这种 敌意的螺旋在互动 那马英九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不是带着20个大学生去交流 那个交流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去看比亚迪 你去看那些大陆的这些什么 什么无人机什么 那个就变成你个人的 这观众朋友我对马前总统的 这个期待跟责任是更大的 他说九二共识让两岸不打仗 他昨天跟宋涛见面说这样子讲 可是你看今天我们的柯主席 柯文哲他就有回应 柯文哲今天他的回应是说 马英九讲的 九二共识在两岸不打仗 柯文哲说不止这个方法非常好 柯文哲你还有什么方法 你有什么方法 因为赖清德民进党他们是不承认 九二共识的 柯文哲他也不要九二共识 所以柯文哲说不止这个方法 那你拿出你的方法来 我们就很期待 就你们觉得九二共识是 没有共识的共识 九二共识是1992年 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让两岸不打仗 而且不用谈九二共识 然后是一边一国 然后这个一中一台这样子 可以让两岸不打仗的话 我们非常期待 所以我特别谴责国民党里面 到了现在已经输完了 就刚刚陈玉珍讲说 赖清德沿看520就要上台了 就国民党一定输到这个程度 国民党还有人想跟柯文哲合作 柯文哲他就不承认九二共识 你跟他合作干嘛呢 柯文哲说我当选总统 我军事跟外交 我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他公开讲的 那国民党还有人 叉叉到这个地步说 我们来跟柯文哲合作 来跟民众党合作 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很期待 就很期待说 柯P啊 这个言出必行 你不止这个方法 那你拿出你的方法出来 不要每天就讲插话 我也期待民众党的那些小草 他们现在不是都办那个什么 到台北市议会去办什么 什么N加1的什么 就用柯文哲 那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柯文哲一个人的智慧 可以打败这个大家的 从1992年来的这个两岸的默契 柯文哲有一个新的方法可以突破 柯文哲你打脸我快点 你不要客气 你就打脸我 反正我脸很肿的 你尽量打 我不相信柯文哲有这个方法 不要在那里面够了 好 来问佳瑜 其实看到这个中国现在电动车 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速 不仅是在欧洲这个大量的销售 你可以发现说 他们的品牌越来越多 小米电动车 比亚迪等等 那就想到说 台湾其实长期以来 我们的保护这个 我们的国产汽车育龙 可是我们的汽车产业 却是越来越这个日落稀山 那为什么呢 因为长期的高关税跟货物税 加起来我们买一台车 如果是进口的话 关税加货物税 至少50到60% 那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产业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汽车产业 有竞争力 事实看起来是没有嘛 我们的汽车产业可以说是停滞不前 所以是有竞争才有进步 那过去日本其实很早就已经 废除这些高关税保护 早就汽车零关税 Toyota卖到全世界 中国也同样是 他们的电动车 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可以看到说 汽车产业的这个变化日新月异 但是台湾的电动车在哪里 台湾的这个汽车产业在哪里 我觉得政府借着这个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因为原本电动车是台湾 可以去重新塑造我们的汽车产业的 一个新的契机 一个转型的关键 因为它跟传统汽车产业制造业 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了 所以是台湾可以去 极其直追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汽车产业 却没有在这个部分 去追上国际的脚步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惜 所以政府真的要重新去思考说 我们长期的高关税 保护的这个国产汽车 已经保护了70年 但是问题是不进则退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废除这个高关税的保护 跟降低货物税 我想立法院大家也都已经有在讨论 所以520之后新的内阁 我觉得真的要去重新思考 我们的未来的经济政策 除了我们的半导体之外 我们的产业转型 跟我们在国际上还有哪些产业 是我们可以去竞争 可以去努力的 那如果汽车产业 在目前停滞不前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至少能够让国人 能够买得起这个基本的车 不用说跟国际的价格相比 相差这么大 连这个李多会来台湾都感叹说 同样一台汽车 在韩国价格只要台湾的一半 那为什么台湾的汽车这么贵 甚至李多会说 他第一台车只要40万 所以我觉得 这一连串的这些冲击 对于台湾未来的 不管是这些汽车的产业 或者是我们的关税政策 我觉得都应该要重新的思考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